紐約州眾議員金對西認為目前的貨幣經濟體系 降低了社區民眾的價值 而要提升貨幣的流通 還需要發展新的現金資源 金對西表示 新的資金來源既要符合憲法 在社區形成循環 又不會降低社區價值 需要建起一個支付的架構來實現 金對西推出了包容性價值分類帳本計劃 一個點對點儲存和支付平台 通過居民 企業和社區之間的自由服務流通 來極大的加速社區內的價值創造和商業交易 新唐人記者羽亭 奧利福 紐約報導 新唐人記者羽亭 奧利福 紐約